弟兄姐妹们平安 在这个新春的季节 我来向大家恭贺新春快乐 一年之际在淤春 在这个新春的季节 我们也来思考一下 在这个新的一年 我要做什么呢? 我们跨入新的一年 也是跨进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时代 神要做新事 所以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新的意向 这个意向就是 我们要建立一个有国度观的使徒性的教会 什么叫做有国度观的使徒性的教会呢? 国度观就是我们所看的一切 都是以神的国度为中心 为重点 也为一个终结 换一句话说 我们作为教会的 就是为了神的国度而存在 而使徒性呢 使徒是被拆遣出去的 所以作为一个教会 我们也是一个拆遣的教会 在现在这个世界 不只是交通非常的方便 在媒介也是非常的多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经常出门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去传扬神的国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自己家里 通过网络和电脑的设备 把我们的讯息传到世界各地 所以一个有国度观的使徒性教会 这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而存在 我们是为神的国而存在 也为神国度的扩张 而受拆遣 去传扬天国的福音 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呢 就是有神掌权造王的一个世界 这个神掌权造王的国度 是眼睛所看不见的 只有我们心中才可以体会的 如果你心里是让耶稣掌权造王的 那你就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了 而活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说 我要做什么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王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他要做什么 就像主耶稣教导我们所祷告的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作为神国的子民 我们的责任 就是活出 父神的旨意 作为华语人士 我们华人 在这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神的国里面 有什么特别的命定吗 在这一刻 在世界的这一个角落 神要我们华人做什么呢 神托福给我们什么使命呢 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 来领受父神的吩咐 并且去遵行父神的吩咐 才能够活出 我们华人 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地区 在这个时代 所应该活出的命定 不只是我们自己要这么做 我们也要鼓励全世界的华人 都这么做 一起来做 那神的国 就在我们中间了 但是 你或许会说 我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很平凡的人 我连我自己的生活都过得不是很理想 我怎样去影响我周围的人呢 靠我们自己 当然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是活在主耶稣里面的 而耶稣也是活在我们里面的 靠着我们里面的主耶稣 就是凡事都能了 所以不是说我能够做什么 而是我里面的主耶稣 他能做什么 他什么都能做 不过 他要怎样使用我 他要通过我来做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行 但是 耶稣什么都行 我虽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器皿 但是 不论是怎样的器皿 放在耶稣的手中 都会是很好被使用的器皿 那我们今年 要怎样活出神的使命 活出神的意向呢 就从我们个人开始 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细节来开始 我们说鱼公鱼山 鱼公要怎样鱼山呢 它就是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来鱼 看上去好像是很愚蠢 其实 这是真的智慧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怎样来改变外面的世界呢 我们就从我里面开始 那我怎样改变我里面呢 就是一点一滴的来开始 按照神给我的能力 按照神给我的策略 神给我的智慧 我就是一点一滴的来改变我自己 改变我的家庭 改变我的社区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做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环境慢慢被我们改变了 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 而是耶稣的确就是能够做 他要通过我们来做 我们就是耶稣的身体 我的手是耶稣的手 我的口是耶稣的口 他就通过我们来做 他所要做的 那怎样开始呢 我有四个小小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 就是让我们在今年 加强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 我们虽然说我信耶稣 但是我对耶稣的认识 有多深呢 我读圣经 也是是懂非懂的 不能够完全理解 那我怎样来多认识耶稣基督呢 就像我们交朋友一样 我要怎样能够多认识 我这个朋友呢 就是花时间跟他在一起 多多来跟他对话 就是说 当我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 我不只是向耶稣 说很多很多我心里的话 我也要静下来 听一听 耶稣要跟我说什么 耶稣也许 是把一个意念放在我的心中 耶稣也许是通过圣经的一些章节 来跟我说话 对每一个人 耶稣都有不同的说话的方式 我们会说 我心里有一个微小的声音 在说这样一句话 我感觉 我感觉 这声音 好像就是耶稣在跟我说话 我们就是 慢慢地来学习 学习跟耶稣来沟通 来认识 我们的主耶稣 那我就可以说 主耶稣到底你要 我怎样认识你呢 认识什么呢 我读圣经 我知道耶稣是一个非常信实良善的好朋友 好主人 好牧羊人 他的信实良善通过圣经里面的记载 向我说什么呢 我也可以问他 在我现在的现实环境中 在我所面对的这一切困难中 耶稣 你怎样对我表露你的信实和良善呢 我就静下来 我就静下来 聆听 听一听 他跟我说什么 耶稣也是一个 慈悲 怜悯 的人 那这一个 我们就比较容易 理解了 因为 凡是到耶稣 面前来的 不论你有的是什么病痛 他都愿意来医治 所以每一个到耶稣面前寻求医治的 耶稣都愿意医治他们 耶稣不会说 你这个人不够诚实 我不医治你 你这个人 你做得不够好 我不医治你 你这个人太过懒惰了 我不医治你 耶稣不会说这样的话 不论是什么人 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都会医治他们 这就是耶稣的慈悲和怜悯了 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 有一个行营的妇人 这个妇人 她犯罪了 她应该是被石头打死的 但是耶稣并没有要她死 耶稣也不允许周围的人 拿石头来丢她 这就是耶稣的慈悲怜悯了 当众人都离开了 耶稣只是说 从今以后 你就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的话语是有能力的 当她说 当她说 你不要再犯罪了 她就给她不去犯罪的能力 同样的 今天耶稣 还是不停地在跟我们说话 她的话语中 她的话语中 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她告诉我 去做什么 不去做什么 她都给我能力 去做我应该做的 也给我这个能力 不要去做 我不应该做的 所以如果 我每一天 都来跟耶稣对话 我的心就越来越刚强 我就不再害怕 我所面对的这个可怕的世界 因为 耶稣的刚强 成为我的刚强了 耶稣跟我说话的时候 她就把她的能力 赐给我了 耶稣也是一个 非常温柔 态度 非常谦和的一个人 压伤的芦苇 她不折断 江产的灯火 她不吹灭 耶稣 要怎样 在今天的实际生活里 让我看到 她的温柔 她的谦和呢 我可以每一天 来跟她学习 那我也要说 耶稣 让你的性格 也成为 我的性格 我每一天 来跟你学习 每一天 从你的话语中 支取力量 让我 让我也是一个 信实良善的人 让我也成为一个 慈悲怜悯的人 让我也做一个 温柔谦卑的人 所以这就是 我的第一个建议 我第二个建议呢 就是学习 与主同行 也就是跟耶稣 来手牵手过日子 如果我是跟耶稣 手牵手过日子 那么 如果是耶稣 按照我的意思 去我要去的地方呢 还是我按照 耶稣的意思 去他要我去的地方 当然是我按照 耶稣的意思 去他要我去的地方了 所以学习 与主同行 也就是 学习来顺服 圣灵的带领 用保罗的话语来说 就是顺着圣灵而行 我们可以问主耶稣 耶稣在今年 在这个月 在这个星期 在今天 在这一个时刻 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呢 我可以想象 耶稣要带我去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有丰盛的供应 有满满的祝福 我会很开心 很快乐 但是 或许 在这一个时刻 耶稣要带我去一个很贫乏的地方 在这个贫乏的地方 让我亲身体会到 神 是从来不会辞到的 我所需要的 祂都会即时送到 在我周围的贫乏中 因为有祂在我的生命里 在耶稣里面 我就尝到 主内的丰盛 所以我周围的贫乏 不会再令我感到 伤心 失望和忧愁 在主里 我有平安 有喜乐 即使我周围 是这样的贫乏 但是 我知道 神的供应 一定是足足有余的 或许 神会带我去一个 危险的地方 对我的生命有危险 对我的安全 是有威胁的 那我要怎么办呢 耶稣你要我学习什么呢 我要学习 耶稣是我的盾牌 我的山寨 我的避难所 是我可以依靠的 祂是我的避风港 不论外面的环境是怎样 是多么的危险 只要我躲藏在耶稣的翅膀底下 我就得到保护 只要我是活在耶稣的宝血遮盖之下 我就是安全的 所以主耶稣 在这个时刻 你要我学习什么呢 你要我体验什么呢 你要我经历什么呢 在这一切经历中 你要我看到 你是一个怎样的神 怎样的主 怎样的好朋友 让我能够更多的信靠你 让我的心中 更能够因为 有主耶稣与我同在 我就有平安有喜了 我的第三个建议 是让我们来学习 心灵被圣灵所更新 我们如果已经信主重生了 旧的一切已经过去了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的整个灵苏醒了 我们的灵是跟耶稣同坐在宝座上 一切仇敌 都在耶稣的脚下 但是 我的魂跟我的身体 却还是在这个世界 而我的魂 很容易掉入 我的旧思想里面 所以我的思想 每一天都需要被圣灵来更新 让我一步一步地放弃旧有的思想意识 来领受来自圣灵的新的思想意识 来活出我的新人 主耶稣最关怀的 不是我外面的世界 当然 我的每一件小事 每一个细节 他都非常的关注 他都会帮助我 来克服每一个困难 然而他最关心的 还是我内心的改变 耶稣让我学习到 他已经战胜了世界 靠着主耶稣 放在我里面这个得胜的灵 我也能够战胜这个世界 还有 我需要战胜的 不是外面的物质世界 而是我自己内心的恐惧 我自己内心 那旧人里面 一切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情感 负面的想象 这 才是耶稣要我去克服 去战胜的 所以 我来问耶稣基督 在现在这个时刻 你要在哪一个方面 让我的心灵 可以得到更新呢 你要我放弃什么 你要我拿到什么 你要我推开我心中的恐惧吗 你要我放下我心中的负担 烦恼吗 耶稣 你来教导我 我愿意放下这一切 我救人 遗留给我的 一切负面的情感和想法 一切恐惧哀伤 一切的忧虑 一切的对将来负面的想象 耶稣 我愿意放弃这一切 我愿意交出来 那里拿走 那里放在我心中 来自天国的平安喜乐 盼望和得胜的力量 主耶稣 你还要我学什么呢 你要我学习 更多的来爱神和爱我周围的人吗 我愿意 还有你要我学什么 或许 你最要我学习的 是如何成为神的儿女 知道我的阿爸父 是爱我 疼我的 他对我的爱是无微不至的 他爱我的程度 就像他爱主耶稣基督一样 他用他爱 他亲生儿子的爱 来爱我 那活在这样的爱中 我要怎样来面对我的生命 和面对我周围的事实呢 耶稣 你来教导我 第四个建议 是来学习 进入神的国 耶稣 到处宣扬的 和他教导他的门徒 到处去宣扬的 就是神的国 什么是神的国呢 神的国就是神掌权作主的区域 如果我的心是被神掌权作主的 那么我就活在神的国里面 如果耶稣是我一家之主 我家里面做什么决定 都先问过耶稣 得到耶稣的同意 才来做今的决定 那我的家 就是活在神的国里面 如果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 都是活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这间教会 就是神国里面的教会 而如果 我们这个社区的 每一家人 都是活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这一个社区 就是神国里的一个区域 神的国里面有什么呢? 有爱 有平安 有喜乐 有公义 有自由 那我要怎样开始 来进入神的国呢? 就从我的心里开始 我要让我的心里 有更多来自神的爱 来自天国的平安和喜乐 在我心中有更多灵力的自由 让我愿意来伸张神国的公义 我要这么做 不是靠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 我自己什么都没有 但是 靠着圣灵 我就可以 慢慢的 越来越多的 拥有 这一切 我要怎样拥有呢? 就是把我内心一切 不讨神喜悦的 一件一件交出来 再从圣灵那边 得到来自天国的 正面的 充满盼望的 充满能力的 来填补我所交出来的空间 这样我的心 就越来越多 有来自圣灵的好东西了 但我心中有更多来自圣灵 来自天国的好东西 我就是 慢慢的 越来越真实的 活在神的国里面了 因为圣灵就是耶稣的灵 耶稣对天父是百分之百顺服的 有这样一个灵在我里面影响我 我就能对天父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愿意去顺服 圣灵也给我这个能力 来顺服父神的吩咐 当我能够这么来顺服父神的时候 我就更实际的 活在天国里面了 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要怎样才能更多的 来跟圣灵配合 让我的眼目 不看我周围的环境 而是单单来仰望主耶稣呢 就是在我做每一个决定之前 我都来问圣灵 圣灵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我应该怎样来做这一个决定呢 我愿意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复合阿爸的心意的 我要做一件事之前 我先退一步 来问一问圣灵 圣灵我这么做 是不是你想看到的呢 如果换做主耶稣 他会不会这么做呢 如果我做每一件事 都先来问圣灵 我就慢慢地调整 我的思想 我的行为 都越来越复合圣灵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活出来的生命 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了 所以就是从每一件小事做起 靠着神给我们的影响能力 我们就来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地 来活出这个新年的新一项了 所以我们跨住新的一年 跨住一个新的时代 要活出神给我们的新的印象 要去影响全世界的华人 这一切都从我心里开始 我先让我的心 被圣灵所影响 当圣灵能够影响我了 靠着圣灵的能力 我才可以去影响我周围的人 所以在这个新春的季节 我要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你们的心都是对着圣灵敞开的 让我们每时每刻都受到圣灵的影响 让我们不论是大事小事 要做什么决定 要采取什么行动 都先退一步 来问一问圣灵 让我们所活的日子 就是与神同行的日子 我祝福你们在这个新的一年 这一切都越来越真实 这一切都越来越充满天国的喜乐 平安和亮光 在这个新的一年 让我们都成为光明之子 行在光中活出耶稣基督 阿们